那么哈希之后呢 还有个类型叫做列表 那么列表呢 它里面呢 你可以存储多个元素对吧 那么并且列表里面的元素类型呢 也是Strain啊 也是Strain 你它列表呢 它会按照这个插入的顺序呢 进行一个排序啊 进行一个排序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给大家说的就是 怎么去往一个列表里面呢 去插入数据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啊 从左侧插入数据 从右侧插入数据 或者是在某一个元素的前面或后面呢 去插入这个数据啊 插入数据 好这个我们首先给大家说的就是 怎么去从列表的左侧插入数据啊 它有一个命令叫做L push啊 L的意思就是这个left啊 左侧啊 左侧的意思 那么L push 这个列表对应的K是什么啊 把这个列表对应的K写在这边 然后呢 你要往它里面插入几个元素 这个元素呢 你可以后面写很多啊 比如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啊 我要往这个A1 这个键对应的列表里面呢 去插入三个元素 叫做ABC 并且呢 是左侧插入啊 就是我先一次的先把A 插入到这个列表的左侧 然后再把这个B呢 插入到列表的左侧 再把C呢 插入到列表的左侧 所以最终它的排序呢 从前往后就是C B A啊 那么这个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啊 就是在这里面直接 L push 然后A1 然后A1写上一个A写上一个B写上一个C 这里面呢 我就有了一个typeA啊 这样一个键啊 case写上一个行 你会发现这样有一个A1对吧 type 然后呢 A1它对应的值的类型呢 就是一个list啊 那么我要看这个A1对应的这个列表 它里面有哪些元素 怎么做啊 有一个命令叫做L range啊 Lrange 然后range里面呢 你看到啊 首先它这边呢 有一个key啊 你这个把这个列表对应的键 拿过来写上一个A1 然后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start和stop啊 就是开始的下标 还有呢 结束的下标 哎 那么你注意这两个结束的下标呢 它是包括在内的啊 包括在内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边 现在呢 我一共有三个元素 对吧 我要看所有的 就是从0开始到这个2结束啊 然后你一回上 哎 这边就给你显示这个CBA 对吧 第一个是C 第二个是B 第三个是A 这是从这个左侧插入啊 左侧插入 OK 那么 左侧插入对应的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右侧插入啊 那么这个右侧插入呢 就是这个right啊 r push 哎 右侧的意思 right啊 就是右侧插入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比如我在这里面啊 现在呢 我我们这个例子呢 就也是r push key 哎 要插入的数据叫value1 value2啊 假如说我要往这个A1的列表里面呢 右侧插入两个数据 先插一个0 再插一个1 那么写的时候呢 就是r push a1 写上一个01啊 01啊 就是直接在这边写上一个 r push a1 然后那插入一个0 再插入一个1 OK 哎 这样的话 我往这个A1的对应的列表里面的 右侧插入两个数据 插入了一个0 再插入一个1 那么它这里面 现在元素呢 就变成cba01啊 一共五个啊 你去看一下 l range 然后呢 写上一个A1 然后再写上一个0 到这个4啊 一共五个 最大下标是4 对吧 你可以一敲灰车 哎 这里面就是它的所有元素啊 cba01 OK 那么这是啊 从右侧去插入这个数据 然后呢 下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指定元素的前面或后面插入数据啊 那么这个命令叫什么呢 这个命令叫做l insert啊 l insert 然后k呢 就写对应的k 然后你要往哪一个元素的前面插入数据 你就这边就写一个before 往后面就插一个after啊 然后你要往哪个元素插在 往哪个元素的前面或后面插入元素 就写上一个 这个元素呢 就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要插入的元素是什么 就写在这个地方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例子呢 我要往这个a1的列表元素里面的这个b的前面去加入一个3啊 b的前面去加入一个3啊 就是看到 看一下我们这个元素 现在这个是b对吧 我要往他前面加入一个3就是l insert啊 l insert 然后 哎 这个a1这个列表对吧 我要往这个元素的前面加数据就写上一个 before啊 before 然后 往谁的前面呢 往这个b的前面 哎 加入一个谁呢 加入一个3 哎 我就写一个3啊 你再一回事 那么这个时候呢 l range啊 l range 写上一个a1 然后呢写上一个0到5 哎 你就会发现现在是c3 ba01啊 这里面就是我们列表的一个操作啊 列表一个操作啊 然后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的就是它的一个 获取 获取的话 这个命令呢 我们说叫做l range 对吧 给大家说过啊 k 然后呢 开始呢 是stop和结束 开始坐标 开始下标和结束下标 那么 默认呢 是从0开始的 对吧 那么并且它的所以呢 还是可以为 负数的啊 就跟我们的 pathom里面列表一样啊 负1呢 表示最后一个 那你要查看所有的话 你就可以写上一个 l range a1 0到 负1啊 就查看这个列表的所有元素啊 就在这里面 l range l range啊 写上一个 a1 写上一个 0到 负1 哎 它是列出它的 所有元素啊 所有元素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获取 然后 再往下啊 设置 指定 索引位置的元素的值 好 这个呢 命令呢 叫做l set啊 lset 那么 lset的命令呢 前面是对应的k 对吧 下面呢 你要设置哪一个索引 哎 哪一个下标对应的元素 你就把这个下标写在的地方 我要把它的值变为多少 后面这个 就是你要设置的值 那么这个呢 所以呢 也是可以为负数的啊 负1表示最后一个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要把这个 a1啊 我们这个 这个 你不要看这个写错了啊 看这下面 看下面这个啊 就我要把这个 a1列表中 下标为1的这个元素 它的值呢 设为这个 z啊 那你看到这边 我们这个 a1里面下标为1的 是不是3 对吧 我要把它变成z啊 就是l s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 a1 哎 下标呢 是几呢 是1 哎 我要把它变成谁呢 变成一个z 好 回车 你在lrange啊 写上一个 a1写上一个0到 负1 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呢 第二个呢 就变成了一个z啊 这就是设置指定下标啊 它的位置的元素的值啊 元素的值 OK 那么这是这个啊 然后再往下呢 删除怎么删除啊 删除指定的元素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 叫做l remove啊 lremove lremove 这个格式呢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删除哪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的k呢 你要放在这个地方 好 现在呢 我要删除一个元素 对吧 你要移除的元素 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位置啊 value 就是你要移除的元素 然后 这个元素呢 你要移除几次 你就要写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要写在这个 我要把它移除两个 我就写在这个地方啊 写在这个地方 那么 你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地方呢 它的 你写的时候 大于0 小于0 等于0 它是不同的啊 比如说 那么 你这个位置啊 写的是0的话 那它就会从这个k对应的列表里面 把这个元素呢 所有元素啊 不管有几个都给你移除啊 这是0 假如说 你要写的这个数字呢 是大于0的话 它是从头 往尾进行一个移除啊 移除几次 就是你看它写的几就是几 大于号呢 表示是从头往尾 也就是从左往右 那么 小于0呢 是从右 往左啊 进行一个移除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 有一个例子啊 有一个例子 我首先 我去建一个列表 A2 A2里面呢 我给它加入这么几个元素啊 ABABAB啊 这是我 AirPush呢 是从左侧插入啊 就直接在这边 L Push啊 写上一个 A2 然后呢 写上一个 AB AB啊 再来一个A 再来一个B 那么这边是从左侧插入 插入完之后呢 它的这个元素 第一个是几 对吧 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从左侧插入 插入完之后呢 这个元素呢 A2 然后呢 写上一个0到 负1 它就是BABABA 好 有了这个列表之后呢 下面我们这个例子啊 从 A2列表的右侧 开始移除两个B啊 那么这个命呢 就是我们的L remove啊 就直接 L remove 然后 后面呢 A2 写上这个K 对吧 写上这个K啊 那么 现在呢 我要移除这个B 移除几次呢 移除 两次啊 移除两个啊 移除两个 那么你这边写的就应该是2 那么默认这个2大于0的话 它是从左往右进行移除 对吧 我们要求是从右往左啊 从右侧开始 就从这个后面往前面移啊 那么你这边就应该加一个负号 好 我要移除的是几呢 移除的是B 我就写上一个B啊 好 回事 那么这里面呢 他就把这个元素呢 给你移除了 移除完之后 你注意啊 这个B移除了 这个B移除了 那么这个元素呢 就应该就变成B 还有呢 三个A 你可以看一下啊 L range 然后呢 写上个A2 0到-1 B 三个A 这是它的移除啊 它的移除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 列表的操作啊 列表操作 它的一个增加 获取 设置指定元素的值 还有它的一个 删除啊 那么这边 和这边 有点